歡迎整個收看 穩超瞬見節目 那今天是禮拜三 週選擇前的一個結算日子 那上下的一個震盪 目前為止 那超過了150點 那空方目前為止 我相信是受傷的這一方 因為早上下跌的時候 如果說你沒有回補的話 目前為止這個大盤 加權指數接近上漲50點 這個50點的話 我認為它是屬於一個多方的表態 那今天有個很重要的訊息 閻老師的均線三法 告訴閻老師 今天正式的出現了一個叫做 低檔穿過所謂的中線的 一個叫做黃金交叉 好 老師等一下會在節目裡面 稍微的為各位來做出一個敘述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今天的大盤的一個走勢 今天那個大盤在早盤的時候 受到利空的影響 所以開出來的盤叫1點低盤 這個1點低盤在多方格局 是讓你去做出個承接 也就下跌的同時大跌了100點 在這個地方 你要勇敢的去做出個承接 如果你看得懂我們開盤八法 你會去做出一個進場的動作 好 目前為止上漲了48點 加監指數來到所謂的8,065點 那我們這本著作開盤八法裡面 我相信我的會員手中都有老師這本書 我們先把它翻到第七頁 這個第七頁告訴各位啊 今天開出來的盤啊 它是屬於多方的1滴承接盤 好 你直接看到我們最下面的這兩行 跟今天的盤是應該是完全吻合的 當日限利空 美股大跌嘛 那大盤將以錯低1滴盤開出 也完全命中 指數的低點你來查一下位置區 是不是在早上的9點5分 這一盤大跌的接近100點 還有盤中拉回的一個時間點 也是集中在早上的10點15分到10點25分 好 我相信你從我們開盤八法裡面的第七頁 一滴承接盤 好 今天所講的完全的驗證了 那後面我們還要持續跟各位來驗證 所謂的均線三角裡面 今天出現一個關鍵性的一個轉折 確定多方形態正式成形 這個叫做黃金交叉 那老師之前怎麼樣跟各位講 開盤八法告訴我們 高檔區出現3滴盤 它是屬於一個加空 加空盤你要做出一個清倉的動作 將手中的股票全速的做出一個清理 包含在6月3號 6月9號 6月30號 3天的時間之內 我們利用一個所謂的反彈的行情 我們將手中的股票 順勢的去做出一個清理 當大盤持續修正了 接近2800點的同時 那出現一個叫3D轉折盤 3D轉折盤老師有給你驗證 我們在盤中都會拿證據給你看 在上個月的8月24號 3D開出來之後3日間的直播地點 你要等到一個轉折 它叫做三高站上趨勢 三高站上趨勢的話出現在8月28號 開盤八法裡面告訴你 目前為止多方確認 那死亡交叉老師之前跟你講的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我記得在7月初 7月初它就出現一個叫做 中線穿過短線了叫死亡交叉 一直到7月23號老師都跟你講 你要從死亡交叉等到黃金交叉 你必須要看到3點D盤 你必須要看到3點高盤 我相信你在8月份有看到8月24號的3D盤 8月28號的三高盤 這兩個訊號出現以後 顏老師今天必須要跟你講 正式的在今天進入到所謂的黃金交叉了 沒有模擬兩可 顏老師直接跟你講 我們的軍界三角 告訴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到黃金交叉了 等一下老師拍後的節目 一樣會扣一張圖卡來給各位驗證 就像之前老師跟你講 這個大盤在修正嘛 它是屬於空方格局嘛 那老師一樣會摳一個圖給你看 一直到所謂的黃金交叉的同時 老師說要在節目裡面跟你驗證 我相信老師說到一定會做到 今天出現一個黃金交叉 如果說你有老師講義的 你打開講義來看 這個所謂軍線三角裡面 都有跟各位講如何來操作一些重要的股票 那老師今天帶著這本書過來 我們的開盤辦法 那老師先講 我們會員的話手中一定會有我們這本教材 那其實老師寫這本教材最大的意義 就是要告訴我的會員 操作操作的心態 如何改變操作的心態 當然裡面一些技巧的話 它是其次啦 在股票市場裡面操作 如果只要你的方法正確 只要你的觀念是正確的話 你可以做到一個反敗為勝 你可以長期的在股票市場裡面 做到一個大賺小賠 你甚至你的人生會從黑白 進入到所謂的彩色 那老師這本書 我相信我的會員在家裡面 一定要常常看 每天看 把今天的盤勢也好 把所謂的籌碼面 基本面型態 技術分析 包含所謂的黃金K線 這裡面很多的章節 你一定要細細的看 每天的看 那等到老師到各地演講的時候 你可以到所謂的會場來找老師 老師都有教你嘛 你把你不懂的地方 拿鉛筆給它畫起來 老師會現場的幫各位來做出個解答 那裡面有兩個章節的話 應該在48頁的地方 來 這個地方叫移動平均線理論 這個理論很多人都在寫啦 不過老師認為 大家都抄來抄去的 沒有什麼了不起啦 老師的移動平均線 跟你所認知的移動平均線 差異在什麼地方 我在這個章節裡面 有跟各位詳細的 來做出一個虛述 那翻到隔壁頁 你可以看到老師 對於趨勢線的一個理論 老師有詳細的說明 顏老師的趨勢線理論 到底跟你們老師所講的 差別性在什麼地方 我相信你只要打開我們 這本著作開盤八法 你慢慢的看 你會得到一個解答 那我們看到代號2731的熊獅 今天早上一大早 你都還有上車的機會啦 那這檔股票目前為止 非常的強勢喔 那業績成長 那之前可能是錯殺的 但是我們之前 在八月底的時候 這個大盤即將要上漲的同時 有些股票它會領先市場 那這檔股票就是領先市場的 一檔股票叫代表性的股票 其實在找盤的時候 你看到這檔股票 都有進場的機會啦 都有進場的機會啦 老師也不知道 你願不願意進場 你如果願意進場 你又看得懂 老師跟你講的底部紅山兵 三日之內的K棒 看到所謂的長紅 包含所謂的跳空的一個漲停 這個叫做所謂的底部的紅山兵 底部的紅山兵一旦成立之後啊 後面的漲勢啊 趨勢形成喔 你要注意的喔 所以說今天 這檔股票再拉到漲停板 你會不會覺得說 欸 老師啊 很神奇啊 其實不會啦 你真的懂得我們 黃金K線找買一點喔 老師認為一點都 一點都不會神奇啦 那代號1533的 來這檔股票叫測王電 來 今天也是很強啊 早上也都一樣啊 有買進的機會啊 問題是你敢不敢買 你如果都在旁邊用看的話 你真的賺得到錢嗎 其實投資人最大的問題喔 他在於什麼時候該買 什麼時候應該要賣掉 低買高賣大家都會講啦 拉回找買點 其實這個關鍵的點位 其實大家都沒有講清楚啦 要找到一個正確的方法 一定要有科學上面 統計學上面的一個根據啦 絕對不是在節目裡面 真的講一講的 這樣不對喔 那1533的車王電 領先市場的 有人說老師會不會漲 那你看到了嘛 跳空大漲嘛 老師還會不會漲 真的喔 三天大漲的接近25%啦 到今天啦 你所看到的車王電目前為止啊 還是上漲喔 那有一檔股票 老師說過了 蘋果概念股的 你要注意哪一檔股票 來這檔 代號4966的F普瑞 那做高速傳出介面的 蘋果成長股啦 有人說蘋果不會成長 那不會成長 那股價為什麼要反映呢 老師好像不是今天反映的 來記憶力非常好 這檔股票老師什麼時候跟你講的 這天很重要啦 8月25號它叫做除息 除息你所看到的 現金股力大概在5塊錢附近 當天就填全息囉 那你說這檔股票後面會不會漲 你都可以用拭目以待 但是那股票在當天啊 早上開盤啊 你都有時間買 那一個漲停就是10% 10%不見得會改變你的命運啦 但是20%的話可能就有機會啦 那可能26%就可能有機會啦 那包含今天嘛 今天又大漲了12塊 目前為止啦 所以說有些股票你要事先布局啦 那來8044的往家 也說太久了喔 問題在你敢不敢買 問題在你願不願意去買 這個非常重要 這個可以決定各位的命運啦 如果看來檔標股你沒有買 那你是0分啦 那如果說你有去買 你最少是60分以上 那這檔股票你真的你有買的 你有布局的 3天30% 我相信喔至少啦喔 可以讓你把輸的錢啊 稍微的喔 賺回來一點喔 那這個股票的操作啊 其實就跟心裡面喔 非常非常重要喔 你在心裡面一定要健全啊 不是說我今天買到一檔標股 我就一定會賺大錢 操作的心態 操作的方法 包含你對於股票市場裡面 要有正確的觀念 顏老師認為這個才是啊 你們決勝負啊 最大的一個關鍵點喔 巴菲特會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嗎 還是日本股神四川銀帳 還是史上最厲害的彼得林驅 他作為一個所謂美國的一個超盤所 還是所謂的江恩 這些人啊 當時候在股票市場裡面 都是赫赫有名的 我相信這些人絕對不是最聰明的 但是他們的觀念上面 絕對是最正確的 知道如何找買點 如何站在買方 如何站在賣方 這個磨略上面的話 老師都幫各位寫在 我們這本重要的開門八法裡面 你有這本講義的啦 你真的回家好好的研讀一下啦 那我們等一下會開放前面十位 那老師在上半場 老師就不講這十位是要做什麼的 你可以先打電話進來 先把名額Hold住 等一下我們下半場 我們會跟你講 我們這十個名額 要做什麼樣的一件事情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我們再打電話 立上加厉回馈活动 出价02-2781-0909 02-2781-0909 连达投资 严分医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万言与风投 积极贷子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熟悉大台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迁进动辅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开始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义友 并且鼓制鼓声线 02-2781-0909 2781-0909 在这里我能重新感知 水的柔情 树的蜂藏 汤的能量 这是我的私人养生殿堂 韩碧楼六感服务 世界为二青黄之汤 北投图书馆旁 六十四至七十八平 相邻玉川 二八九八 二五九八 欢迎回到节目视频道 据说完一样 是问主持人文超胜券 那今天的大盘 从早盘 一开始下跌了一百点 到目前为止 往上做出一个拉抬的动作 其实这个就是属于 整理阶段里面的 所谓的震荡洗盘 昨天的融资是稍微增加了五亿 代表投资人在这个地方 信心开始做出个恢复 那农券的部分 其实昨天在下跌的同时 那农券的部分 稍微的去做出个减少 那今天为什么会开低走高 它可能就是要嘎所谓的卷空单 包含你手中的空单 包含你是空手的 那空手容不容易嘎到 其实空手是最好嘎的 为什么 只要将这个所谓加线指示 往上做出个拉抬 那些不想买股票的 那至少涨上去以后 你就会去做出个买进的动作 那这波赚的钱最多的是谁 不是严老师 那到底是谁 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大户他在这个地方赶进场的 这个大涨了接近600点嘛 真的赚到大钱是大户啦 绝对不是散户 因为散户不敢进场 散户在这个地方融资断头 在这天融资断头 散户在这个主力 大户在这天进场 那进场以后就大涨嘛 所以说这个财富的一个分配 你也不要说不公平 你有本事 你就从散户 做到专业的投资人 你也可以从专业的投资人 做到所谓的超级大户 我相信这条路上 并不是很漫长 并不是很漫长 巴菲特11岁的时候 就在所谓的这个出社会 开始赚零用金了 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投资股票 一路的走来 我相信大家对他认识 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事情 他既然可以利用股票的操作 成为全世界十大 这个富豪之一 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那你放空的一个投资朋友们 你们的代表性人物嘛 索罗斯 索罗斯他是全世界 前十大首富吗 不是嘛 那友好理论告诉我们 这个股票市场上涨的 超过60% 下跌的只有超过40% 他是六四比 所以说你在对的时机点 你一定要做 所谓的多方去操作 而不是持续的去放空 我相信你在放空的同时 这个规矩规定都非常多 那老师在这边正式告诉各位 今天出现一个均线三选里面的 多方格局 你一定要看对行情啊 你不要再看错了 老师今天再一次提醒你啊 导播啊 就在这边做出个停格啊 来告诉你 你要多方操作 如果你还得执意去放空啊 不要说严老师没跟你说 老师善意地提醒你啊 看空代表看错行情 大赚小赔算是对你客气了 对你客气了 那前一波可能是输钱的 可能是停损出场的 这一次老师提醒你了 你不要再看错了 但是要买对股票啦 你老师买错股票 你说老师啊 行情我就看到了 但是股票看不到 这张股票有没有看错啊 来你来评理一下 老师啊 两根涨停板 你有事先讲今天又拉涨停 那代表你的眼光还不错啦 老师啊车王店今天还在涨耶 那代表你的眼光也不错啦 如果说你有布局啦 老师这张股票好奇怪喔 三天大涨了27% 后面不会动 有人打电话就说老师好像不会动 这个到底会不会动 你自己看一下好了 快要涨停了 快要涨停了 操作股票要有耐心啊 老师这张股票三天涨了30% 后面会不会涨 这个你自己来验证啊 你自己来验证啊 我相信啊 严老师在市场里面啊 是一个事先讲的 而不是事后马后炮的 我今天公布我们目前为止 我们正在操作的股票 但是碍于法令的规定 我们不会 那让你知道是哪一档股票 但是我的会员一定知道 一档股票 特别会员的 来这边有身份证 看着你们的身份证 老师就贪钱了啦 这档也贪钱 涨也贪钱 买不 没买哦 这档股票现在还在涨啦 我知道啦 不要卖 一张都不要卖 你是特别会员的 这边有身份证 那这档股票来 一样有身份证啦 会员等级我就不要写了 赚钱了嘛 老师你为什么不卖啦 还没有涨完的股票 不要乱卖 低价股的哦 你不要说老师不跟你说哦 老师有请你布局哦 涨上去涨停板以后 老师会打开来跟你验证一下 好不好 3081的联雅 来今天还不错啦 涨8块 联雅后面会不会涨 你要利用我们的黄金K线 当然营收方面是没有问题啦 但是不是说营收成长 这股价一定会大涨 你要看到位阶 你要看到讯号 看得懂讯号的 你会知道该怎么做 那这张股票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产业哦 这个产业叫光电光鲜的一个产业哦 在当时候 在当时候的话 也许你不是很了解啦 但是现在你可能非常清楚啦 因为中国一带一路 包含这个所谓的一线城市 光鲜化到所谓的二线城市 目前为止啊 列入到所谓的工业4.0 也就是说往后十年的发展 他都需要用到所谓的 光电这个产业里面叫光纤网路的一个设备 这个时候的话 外资跟投信啊 我知道之前有在布局啦 这个布局的一个脚步哦 他是看好这个产业啦 但是股票市场里面哦 专业的买点啊 你要记得哦 要找一个非常专业的 专业的人来带你哦 那这种简讯的话 我相信你都有收到哦 你收到以后的话 我相信你可以验证哦 严老师所跟你讲的哦 黄金K线找买点哦 这个趋势啊 不会随便改变 你要记得老师所跟你讲哦 一档股票要看产业 要看筹码要看营收哦 那包含后面半年报这个公布了嘛 那英特尔的细瓜计划 你现在也知道了 你也有看到投信啊 连续九天啊 是站在买方的哦 那我们公布我们的操作 其实是对我们会员负责 那投资朋友们 你看到我们的操作 不是说哇老师你这么厉害哦 这支我来买一下哦 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啦 因为我们对会员的承诺就是说 我们绝对不说谎 我们是诚信的 所以说一级会员买到以后 时间地点我们会拿出来稍微讲一下 那两次的一个操作 我相信这档股票可以证明说 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成真实实的再操作 那后面要注意哪个族群 生机类股 因为生机类股目前为止啊 它所谓的股本比较小 筹码比较干净 都在底部趋拉 生机的十年啊 那应该会在所谓的电子 这个操作方法不会改变哦 这天拉升的速度也非常快 十五分钟以来 Q到涨停啦 我相信红三兵 红四兵 这个意义老师都解释给你盯了哦 验证 持续可以验证 跟赚钱是两回事啊 唯有你拿到老师的简讯 你跟着动作 你跟着我们一起动作 你才能够赚到钱 第一次的操作 一级会员操作完毕 第二次操作 两级会员操作完毕 第三次操作 全部的会员操作完毕 我们都公开跟各位来验证 创波段新高 再创波段新高 老师啊 还会被大涨 还会被大涨 老师跟你讲拭目以待啦 那这张股票 老师会去买啦 会去买啦 后来证明了有没有涨 后来证明了到底有没有涨 有嘛 19号买的 20号 后面你看到的 后面你看到的 我们的简讯是保密的哦 我先讲哦 不会再公开了哦 不会再公开了哦 那有些好的股票 那在于说你敢不敢布局 你敢不敢去做出个买进的动作 我相信投资人目前为止都在观望 都非常害怕 等到这个大盘冲上去以后啊 我跟你讲 不请自来啊 但是你确定一个趋势成立之后啊 最好的一个出手点在所谓的关键的转折啦 所以老师请你来布局啊 你现在赶快要布局啦 不要等涨上去以后你才去布局哦 那之前有布局了 你现在准备加码了嘛 那加码以后的话就准备 我们做这个动作叫收割 我们刚刚有开放十个名额 这十个名额的话 老师帮你做一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 来你股票问题交给老师 要换股的 要操作老师的股票的 开放十个名额 但是你要第一个嘛 你要先帮你手中的股票 先让老师看 老师认为哪些股票应该 可以续报的 我们就续报 有哪些股票 你真的 你可能要卖掉的话 老师也会跟你讲 你要找下一次产业 基本面是好的 在今年下半年是有成长性的 在所谓的低档区 有黄金的买点 这时候你可以顺势的 去做出个换股操作 今天开放十个名额 让各位做到一个 持股转换的动作 股票问题老师亲自回电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立上加力回馈活动 二十周年庆 苦天同庆隆重推出 立上加力回馈活动 出价02-2781-0909 02-2781-0909 运达投资 严分医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共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蜿蜒与风投 积极败扫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世西大栏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物足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对境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派出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能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运达投资股出现 02-2781-0909 2781-0909 森田药庄高纯度玻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华镇月饼 即日起至9月5日 七五折 赶快把握机会哦 请快拨打 2975-3310 2975-331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